我以前是一個很往外衝的人 但現在是一個很喜歡對內探索 然後讓這個社會環境更好 讓小孩有更好的一個環境可以成長 然後他的教育方式等等 所以我就開始很多時候往內探索 然後到現在生產後吧 生產後看到小孩瞬間 是那個荷爾蒙還是 就瞬間覺得OK一切都值得 哺乳期間 應該是剛開始生 小孩生出來的時候還在醫院的時候 因為我是吃全餐 然後我在醫院的時候用針筒 在那邊一滴一滴擠的時候 每一滴都很珍貴的時候 脖子很痠 然後很不舒服 因為會覺得好像脹上 但是又擠不出什麼東西來 剛開始的時候 所以前面的一週是辛苦的 然後後來比較順了 但是 因為會持續的可能 穩定四小時會障礙一次 所以自己要 在排那個工作行程的時候 有時候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然後總不能開會當下的時候 跟對方說 等一下我要先擠個奶 所以我覺得這是時間安排的問題 是比較辛苦一點點這樣 軟椅子超級重要 我以前就常看我媽吃 但是我都沒有想過自己原來需要 然後是生了小孩以後開始脹奶 那個脹奶的感覺 有些人會很不舒服 但我沒有到非常不舒服 然後一開始有蜜乳師幫你去通 然後通好了以後呢 就想要開始 因為我想要清胃 所以我就想要讓那個奶的量變多 我一開始擠的時候大概就是 60左右 一開始更小可能30 擠的一個小時 然後後來 開始通了以後大概60 可是吃軟椅子是真的有差 因為 我就會從60到100 然後100到120 然後120我最多可以到150 每一次餵的時候 然後 我就會這樣很有成就感 我在懷孕的第 6個月開始吃 然後我 當時還不知道軟椅子那麼重要 所以我就一天一顆 一天一顆 然後直到 生產後一天就是兩顆 然後中午會來個四顆 就是讓自己的奶量是順的 然後 包包喝起來也開心 在親胃的當下非常感動 然後會覺得 這個世界真的很美好 原來真的有人他 透過你的肚子 然後 就是 你的子宮然後孕育出一個生命 然後他就 10個月後就這樣出生了 然後當下真的覺得 很幸福的原因是因為 人生沒有這樣子過 被這麼一個嬰兒需要 以前真的都在認真工作 充事業 那他喝奶的當下 你會覺得天啊 這原來就是當媽媽的美好的幸福感 然後他喝完了以後 你看他的那個 偷偷笑的臉 你就會覺得一切都非常滿足 非常有成就感 大家一定要 絲絲輕微 然後脾胃當然也很重要 所以 我覺得 蒲乳是 人生很重要的體驗 我相對比較幸運 因為我不是 正常上班族 我自己創業 所以時間自己控制 然後我一天大概擠奶 大概四到五次 我在邊工作的時候 因為我是用 免手持的那種 電動急乳器 所以在 我就可以邊工作 然後邊急乳 然後再把 該 該準備的一些 然後消毒鍋的人 全部弄好 所以 時間只要安排 我相信媽媽是 世界上最偉大 會碎片花時間管理 自己時間的人 所以 我覺得 輕微不是太大的問題 我覺得 蒲乳這件事很偉大 因為 蒲乳的營養真的很重要 然後 可以讓小孩的免疫力 會比較好 那我也非常相信這個 然後 跟小孩也會比較親近 當然有一個另外比較實際的想法 因為那個 如果用配方奶的話 的確一餐就是 一筆錢 那我剛好又是 配方奶用比較貴的 所以 蒲乳可以省很多錢 每次只要欽慰他 或是品味他 蒲乳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我好像今天又省了幾十塊 蠻開心的 就我想要給所有的 職場媽媽們一個建議 因為現在職場對女性 我覺得相對是友善的 然後 對於媽媽是尊重的 所以不用擔心自己 好像因為有了小孩 時間 然後錢 工作等等 都要做調整 而是 我要怎麼在 現有的狀態下 然後可以重新規劃一次自己的 時間使用方式 那你就會發現 其實當媽媽很美好的 好麻的 這麼多 中文